姐妹 你好漂亮啊 长大了 我要娶你 不行啊 咱们黄山生来都是小姐妹 性别相同 怎么在一起啊 原来你介意这个啊 这还不简单 姐妹 你的路子怎么了 叫谁姐妹呢 现在我是雄鱼了 咱俩可以令证了 你这是去泰国了 你不知道吧 咱们黄山天生有两套生殖系统 产卵后就会慢慢变成雄性 那我以后岂不是也会变成雄黄山 还能幸福吗 咱们不幸福呢 咱们又能当闺蜜 又能当夫妻 还能当兄弟 别人可羡慕不来 大哥 割韭菜割多少算多呀 要啥自行车 我没说要自行车呀 你把这韭菜割这么多下来 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傻分 韭菜们还得谢咱呢 谢谢 你看看 那我也来割割韭菜 我谢谢你 大哥 这画风不对呀 你是不是傻呀 它是今年才种下去的 不能割呀 当年种植韭菜根系 需要吸收大量的营养 才能保证来年的生长 你现在割了 它明年大概率长不出来咯 哇 大哥 你懂得可真多 学到了 兄弟 韭菜不是你这样割的 你看这里 韭菜躺平了吧 扶起来再割 把根留到这里 一般留三到四厘米 等这些再重新长大了 再割下一波 躺平的也不能放过 扶起来割掉 大哥 我咋觉得你在骂人呀 我哪有骂人 韭菜们都是有自己的信仰的 只要稍微赔点钱头 它们就会再长起来的 书上写了 收割之后的韭菜 在一到两天之内 进行一到两次追肥 并且在伤口愈合之前 不要浇水 这样它们就会很快长起来 哇 大哥 你这妥妥资本家的操作呀 哈哈哈哈 哥们 哥们 你咋戴了一顶绿帽子呀 你眼瞎吗 我哪戴帽子了 你自己瞅瞅 你头发都发绿了 嘿嘿嘿嘿 我看你头才发绿了 哎呀 我咋头变绿了 你给我说说 我头咋变绿了 你长出地面 被阳光直射 导致叶绿素聚集 形成绿色 同时还产生有毒的龙葵素 啊 我才不想要变绿头 哎 都怪这波种太浅 害我土豆又得降价咯 今天就炒个菠菜吃吃吧 嗯 大力水手都不敢这样直接吃我 你居然还敢了 你吓唬我是吧 你体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还不让吃了 但我体内含有的草酸 是绿叶菜中最高的 草酸有啥吓人的 我就直接炒了你 能咋的 等等 草酸和人体内游离的钙离子结合 形成草酸钙结晶 不仅四口 还容易产生结石 影响钙的吸收 你这又有毒又有营养的 还让不让人吃吗 你傻呀 草酸必容于水 你先焯水去除草酸再吃 不就好了 你早说嘛 好肥的脚白 喂喂 我可警告你啊 我大哥马上回来了 现在跑还来得及 就这小水田 能有什么大福 生活这么滋润 我得赶紧产卵 让孩子们也能脚白自由 长这么大 我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螺 假鱼大哥 您怎么有空来这儿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还不知道吧 我和假鱼大哥 可是金牌好邻居 假鱼不仅能帮我捕捉害虫 输松土壤 粪便还能给我提供营养 而我也会给它提供 栖息隐蔽的场所 失策 遗言说完了吧 走你 你这牛肉咋回事 怎么发绿光呀 变质了吗 没变质 放心吃吧 你是不是被迫吃了 啥天佳剂 还是重金属超标呀 怎么是绿的呀 瞎担心什么呢 你过来这边再看看 换个角度 咋不绿了 不对 还是绿的呀 肯定不正常 你看我的纹路 其实是一条条肌肉纤维 你刚切开我的时候 肌纤维末端就会暴露 并形成规则排列的 凹凸状结构 你这还是没说清楚 为啥发绿光啊 这时如果光线 从合适的角度照射切面 切面就会将光反射 并分散成彩虹一样的颜色 看起来就像牛肉发了绿光 这种现象叫做 反射式光山效应 早说是物理现象不就完了 费那么多话 把绿光不仅正常 还代表我非常新鲜 你就放心吃吧 我这好不容易长起来 你就给我割掉了 你怎么又这样 能不能别闹了 你很快会再长起来的 你走开 我躲在黑暗环境中生长 看你怎么办 随便你 你想怎样就怎样 你这话 怎么听起来这么长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啊 我在黑暗环境中 无法合成叶绿素 你就等着后悔吧 对不起 行了吧 可以把袋子摘下来了吧 我能减光生长 算我输 没想到韭菜逼光生长 就长成韭黄了呀 嗯 香的嘞 说你呢 把你营养分我一些 大哥 看我都瘦成啥样了 还要分我营养 大家都是一家蒜 你俩别吵了 你还好意思说 要不是你提供的营养不够 我们至于抢破头 我也是有心无力啊 你看这密密麻麻的蒜苗 加上土壤这么贫瘠 我想吸收 也吸收不上啊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大哥 你不是想把我也吸收掉吗 兄弟 别怪大哥心狠 再这样下去 咱俩都会完蛋 放心 我会继承你的那份营养 好好长大的 但是同根生 相见 何太极啊 这大蒜种这么密 水肥也没砸给 庆长城独头算了 到时赚了 作为奶爸 就要给孩子们最好的 阿台 涨潮了 你叫他了 什么 爸爸 我怕 为了不让宝宝被潮水冲走 成为野孩子 寒涂鱼会用嘴巴 挖掘出一个干净宽敞的豪宅 随时更好清洁 爸爸 我喘不上去 为了给宝宝提供充足的氧气 寒涂鱼得用嘴巴含出空气 不断灌注到洞穴里 让宝宝能畅快呼吸 爸爸 我饿 在不惯的忙碌中 他们期待着女卵的出生 大嘴奶爸 专业带王 最辛苦 都不怕 奶爸加油孵化呀 美食城里等着你们下锅呢 您就饶了他吧 哇 好多人啊 爷爷 哼 开心 你可还记得这个 人生 我刚刚还挖到一株 咬了一口呢 这可是好东西 哼 荒唐 这是垂续商路 垂续商路 那是什么 垂续商路 外者与人参极其相似 却有毒性 少量摄入 会出现晕厥 呕吐 大量服用 会导致死亡 天天大人 看着你是出饭 回去吧 喝得分清真假人生 不然真的会嘎呀 没素质 随地乱吐 小黄毛 你敢说我没素质啊 你赶紧吃掉它 搞霸凌啊 太恶心了 我拒绝 别把无知当成宝 这可是酿造蜂蜜的宝物 我们把花蜜吸进蜜囊里 蜜囊吸收花蜜的水分 回来再吐给你们 谁愿意吃你的呕吐物啊 我们是一个team 需要合作 你们内情风负责接收呕吐物 哦不 花蜜 然后反复吞吐 当花蜜的含水量 从百分之八十 降到百分之二十 蜂蜜才能酿好 蜂蜜竟然是咱们蜜蜂的呕吐物 那我也整一口 好冷啊 没有羽绒服可杂症啊 鸡绒也是绒 我可以自己做一件羽绒服 老兄 我不行 我是鸡 我是鸭子 我的绒毛没有鸭子的暖和啊 都是毛 你的毛咋就比不上鸭子的 我的毛比鸭子的毛硬 还不保暖 湿了之后还不容易干 团着我 你会变成落汤鸡 我的毛还比鸭子的毛少 所以你好鸭毛吧 做不成羽绒服 那你的毛有啥用 鸡你真是个loser 我可以做成一把好用顺手的鸡毛胆子 确实蛮顺手的 敢打我 你可连羽绒服都买不起的loser 不是羽绒服买不起 而是感冒药更有性价比 香菜太好吃了 总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都注满香菜 就你这把法 我们香菜吃一颗少一颗 好年马月才能注满全世界啊 怎么 你在教我做事啊 咱们香菜生命力顽强 只摘去外层叶子 不伤害到根部和菜心 我就能一直长新叶 遵度假度 我要是说谎 下辈子投胎成转根 那香菜根是不是也能废物利用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把香菜根直接放进水瓶里 放在温暖散射光的环境 过两天就冒尖了 想不到香菜半夜 也可以一茶一茶吃木碗 等我有钱了 我要顾所有不吃香菜的人 都来种香菜